登革熱疫情持續延燒 在南台灣出現了首例隱匿足跡被開罰的案例 高雄仁武區一名70多歲男性 在15號就醫被通報為登革熱確診 相關單位對他進行了三次疫調 但前兩次他都說自己只有在住家附近 直到第三次才從同事的口中知道說 他有在左營區兩處工地活動過 而對於男子隱匿足跡 最高將會被開罰30萬元 戴上口罩拿著器具在疫情熱點噴藥防治 從水溝到住宅之間的縫隙都不放過 仔細噴灑每個地方 各單位努力防疫卻有人隱匿足跡 高雄仁武區70多歲的男性在15號就醫 其通報為登革熱確診案例 相關單位對他進行三次疫調 前兩次他都只表示自己只有在住家附近活動 直到第三次經由同事口中才得知 他有左營區青雲公市及周邊兩處工地的活動室 男子隱匿足跡也將被開發 而這更是今年首例 於衛生單位疫調室 刻意隱匿工作地活動室 衛生局依傳染病防治法 處6萬元發還 據了解這名男子是工程包商 而並沒穩的傳播與環境息息相關 尤其建築工地更是最容易滋生 截至18號高雄累積本土登革熱確診病例有65例 面對登革熱各單位驗證以待 也提醒民眾不但要做好自身防疫 也要配合相關調查 共同防土疫情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都中雲綜合有助